您好,我是犀牛 安省刚刚发布了一份COVID-19指南 学校病例、接触者和疫情管理的文件 咱们来看看其中的要点 一、已完全接种疫苗且没有症状的个人 在高风险接触病毒后不需要隔离 也不需要离开学校 二、与接触过病毒的学生住在一起的家庭成员 如果完全接种了疫苗,不需要自我隔离 三、没有打完两剂疫苗 并且与患者接触过的人必须隔离十天 从已知接触的最后一天开始计算 四、如果学校的一个分组中有没有接种 或者不知道是否接种疫苗的学生 公共卫生部门可以选择让整组的学生离校 五、如果家庭成员没有与疫情有直接接触 不应该算作高危接触者 六、打了两剂疫苗的教职员工和学生 如果有高风险接触 可以不用隔离 没有接种疫苗的人至少隔离十天 并提供两次间隔七天的阴性检测后 才能返回学校 下面说说如果学校爆发疫情该怎么办 安省将学校爆发疫情定义为在学生、教职员工 或者访客中出现两例或者两例以上的确诊病例 而且其中一例有可能是在学校感染的 一、14天以后如果病毒没有进一步传播 学校也没有报告其他病例就可以宣布疫情结束 二、如果病毒广泛迅速传播 卫生部门可能会关闭整个学校 在关闭学校期间 除必要原因 没有完全接种疫苗或者之前检测成阳性的教职员工和学生 应该在家里自我隔离 三、在大多数情况下 无需关闭整个学校 让少数未完全接种 或者检测成阳性的特定接触者 离开学校就足够了 一句话点评 新出炉的疫情指南真的是够宽松的 感觉他们有点过于信任疫苗的有效性了 感谢观看